詞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蔣貴人 潘達 我想問你,近來有沒有人 你也不買大量的硫磺和燒石? 沒有,不過有一個人買了 大量的炎火和鞭炮 是,他說買來去外地的 不過他一個人既無車,亦無馬 所以小人覺得 他不是一本行商跑買賣的 這個人是不是一身灰衣 頭戴竹帽,身材收縮 拿著一把劍? 不是的,他身穿斗篷,滿頭白髮 他左手只有三個手指 火麒麟? 快點… 火麒麟… 火麒麟? 火麒麟,火麒麟 你可知道嗎? 在行銜流動的姑娘之中 我告訴你行銜,肯定知道嗎? 那把口說有用嗎? 除非你拿些銀兩出來給我看 沒問題 我告訴你,我剛剛做了一張買賣 你聽我說的話 那你甚麼都送給你 我告訴你 是嗎? 你對我好,那你說甚麼時候 就是甚麼時候 這次是賣賣的 賣賣的 賣賣的 賣賣,你果然在這裡 展大人 不知道你找我有何閉過 我想知道 你在新興炮粥買的現在是哪裡 我買的東西 是用來驅鬼粥邪用的 驅鬼? 要用到五百斤那麼多 賣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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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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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賣 走 走 賣 深奢 不只是你 請問你來參加 晚上5月以為 展戶是你既以盡力,何須自責 本夫已經通知了各地 一有火麒麟、段雲飛的消息 馬上通知本夫 相信不出半個月就有消息 除了段雲飛,還有一個可疑人物 這個線索就是從他那裡來的 此人是誰? 他不像本地人 開封大陸爆炸的那天 他曾經在土地廟出現過 那就怪了 即使外地人發案之後 離當離去 他多人不走,在此判斷 有甚麼用意呢? 這件事屬下的百事不得期待 展霍衛… 展霍衛她怎麼樣?公孫大人 孫婆婆,你不需要擔心 展霍衛的傷勢並沒有大礙 多謝婆婆關心 這個傻子真是大膽 要去種賊都回來說聲 讓我多帶兩個人去幫忙 對不起,這件事太急 沒有通知我,就走了 不要緊 只要你身體沒事就好了 那下次再跟你去過 展大哥 出去玩是小事 最重要是你平安無事回來 展霍衛 這些藥專自燒雙堂上 早晚各敷一次 很快就會好 謝謝公孫先生 展霍衛,你好好休息一下 是 我們出去 展大哥,你休息吧 我們出去吧 好 不止讓我幫展大哥出藥 你等我來吧,我會出藥 不用了 你叫照顧兄弟,你操手操腳 誰會做這些事,你們出去吧 是… 出去吧,回去吧 我真的會,讓我來吧 很多事要做的,出去吧 你們很多事要做 走吧… 走吧… 展大哥,我真的會出去 展大哥,我要出去 燉雞湯給展霍衛喝 你在這裡小心點,服侍展大哥 展霍衛,你休息一下吧 我出去了 謝謝 小心點 展大哥,不如我幫你擦藥 謝謝 你傷得這麼重,一定會很痛的 對吧 也不是很痛的 這麼厲害不行,大力一點 那…如果你痛的話,就告訴我 蓉蓉,那天等我好一點 我幫你去城郊遊館吧 好 蓉蓉,在前面的地方很漂亮 展大哥,你過來看看 這邊有很多花 怎麼夜山谷這麼香? 是呀,夜山谷的花香 可以保持很久 那有多少種顏色? 顏色就有很多 有黃色、藍色、白色 還有紫色 而且這些花的顏色 還會隨著季節不同 好像你手上拿的白宮 還有醫病的作用 是嗎? 我記得以前在鄉下 每次媽媽一有咳嗽 她就要拿這些花來沖水喝 一喝,病就好了 現在這個季節 是這些花最多的時候 聽說這種夜白宮 釀成的蜂蜜,非常好喝 你知道這麼多東西的 送給你 謝謝 展大哥,你看這隻廖哥 他受了傷 展大哥,這隻廖哥還能救救嗎? 交給公孫先生 一定可以醫治好他 你問問是什麼味道? 公孫先生… 容蓉姑娘 公孫先生 你看看 展大哥,你何時開始不拿劍叉花 這花是我的 是展大哥幫我拿著 不,展大哥真的挺瀟灑 是呀,你們兩個多事 公孫先生 請你幫我看看這隻廖哥 他還沒得救 好… 對了… 我們今天公孫先生 正在學醫理 我們搞定 千萬不要… 全開風口的姐姐兩個 好人都被你治壞 千萬不要相信 公先生 好,讓我看看 什麼病 容蓉姑娘,你可以放心 她的傷病不嚴重 治療一段時間就會沒事 而且這隻廖哥頗有靈性 以後你還可以教她說話 是真的嗎?公孫先生 當然是真的,我先去治療她 真好,展大哥 以後我們可以一起教廖哥說話 好嗎? 好 下次再玩 客官,你吃了麵 慢慢吃 牛嫂 展大人,你懂得麵嗎? 還沒還債 你開玩笑嗎?這裡有人欠你 你怎麼會欠人呢? 不是,我答應牛仔教他功夫 誰知我走了 我帶禮物來,轉乘向他道歉 對了,牛仔呢? 他在私塾讀書 既然如此,你待會見到他 你幫我交給他吧 好 你告訴他,那兩天我就出門 等我回來之後再教他功夫 展大人,你貴人事亡 小孩子還經常煩你 你何必這麼認真 那倒不是,小孩子不可以騙他 展大人,你真是一言九鼎 總之我真是佩服佩服 乃一場來到,吃屁股才走,好嗎? 好 炒手… 慢著… 很髒 嫂子,不用這樣 要… 我一架武夫 隨便可以了… 第二個就行,你又不行了 你知道,你是我們全開封的 所有女人和小孩子 最討厭她的人物 弄髒了你的衣服 能否走出門口被人扔臭雞蛋? 嫂子,你又回我玩笑 對了,為何不見牛呢? 他出門慢點事,兩三人就會回來 你放心他自然出門嗎? 坦白說,我真的不放心 他成仙這麼久都沒試過離開家 現在沒有我看著他 不過是時候要學我獨立了 你覺得他真的這麼小膽嗎? 第二個,我不敢說 他…前陣子而已 有人一問前來買宵夜 他聲音也不敢聲音 能屈能身才是大丈夫 其實我覺得牛已經不錯了 他真是能屈能身 被人摸得牛白抱身膚骨的身 他有你一成,我真的死得完 其實牛不是你所想像中的那種人 我覺得他是一個難得的好丈夫 更加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 你抬舉他而已 轉大人,你不舒服嗎? 沒事 一個男人沒有女人照顧他不行的 你帶回熊翁姑娘 我看得出他對你就… 牛嫂,展昭投身官門 後面包大人,平日忙於公務 根本沒有時間顧及兒女私情 你這麼說 所有人做官都不懂得成親嗎? 就說你開封忌兄弟吧 他們全部沒有成家 有時候我真的會懷疑他們幾個 也不知道是否敢… 學嫂,怎麼連我開封府的兄弟 你也開玩笑? 說笑…別見過人… 走… 其實終身大事我也想過 就像我一樣 過兩天又在雲村公幹 但…這幾年來 我們過的都是刀光劍影的日子 你草老婆,你親女人 你別這麼說,俗語也有話 自古美人外英雄,像我一樣 我從小到大… 阿嫂 好了…我答應你 我展昭盡量不令你失望 你說的,這封無人礙事 我一定賺的,拿麵給你吃 什麼礙事?嫂 天神在上,小女子求天神保佑展大哥 似去馬道攻城,平安而歸 小女子節福節受,在所不惜 展大哥… 小女子,你還沒休息嗎? 我…展大哥,你呢? 我睡不著,那你出來逛逛吧 展大哥,你明天要在情去雲村 捉火麒麟,是嗎? 是,他走到天涯海角,我都要捉他 是嗎?你的傷呢? 沒甚麼事 展大哥,這塊是媽媽送給我的玉杯 我想將它送給你 這個玉杯是媽媽送給你的 我怎麼可以要呢?我沒事了 你放心吧 展大哥,你試出殘案追兇 那些兇徒,全部都是兇神惡煞 你一定會要到很多危險的 這塊玉杯 是代表很多人對你的關心都怪你 請你收下它 你… 由它為你護身,我會放心很多 你收下它 那好吧,謝謝你 展大哥,蓉蓉還有一個要求 你說吧 我想你借件衣服給我 要你幹甚麼 是因為我想幫你做件衣服 麻麻有一塊安藍絲分成兩份 一份是給我的 一份我想送給你 所以我想你借件衣服給我 謝謝主 你是不是不喜歡我幫你做衣服 不是 那為甚麼 你等我回來,再幫我倒身做就更好 還是我擔心 有它在,你還擔心嗎 我不擔心,我等你回來 來平衡 是否 我會買你 就… 這裡是耶 很嚴重 丸彥 我不是 是 來, 牛肉店, 親熱吃, 親熱吃 客氣了, 不客氣了 全城最好的牛肉店 是老闆娘親自送來的 不要客氣 對了, 展大人呢?還沒回來? 是嗎? 牛叔, 你找展大哥有事嗎? 不是, 不怕告訴你了 其實我來幫他做梅忍的 梅忍?是誰? 這裡有個現繩 你說蓉蓉姑娘? 當然不是他, 你想想 全開風搶蓉蓉蓉姑娘 有哪個配上展大人才行? 那倒是, 他們真是天造地節一雙 但是這樣, 展大哥的人臉皮很薄 蓉蓉姑娘又害羞 好, 我怕很難說合他們 那倒是, 而且如果這次我們做得不好 展大哥會怪我們 而且我想蓉蓉姑娘 也不好意思在這裡住下去 不如這樣吧 我們謙蓉蓉蓉姑娘要先看看 那就二萬了, 讓我去 走… 怎麼了? 你這個人這麼粗心大意 你這樣一去問, 馬上嚇走蓉蓉姑娘 當然了, 讓我去吧 是… 牛叔 牛叔, 不好意思怪我多口說一句 我想我們這裡四個男人 都沒有你那麼男人 你一開口就真的馬上嚇走蓉蓉姑娘 好, 那你這麼聰明 你有辦法才行嗎? 行, 如果這句話不是由人說出來 那就不會尷尬了 那到底怎麼樣? 對, 等等 你搞甚麼? 我怎麼知道 甚麼? 甚麼? 飛飛 甚麼? 蓉蓉蓉蓉蓉蓉蓉我愛你 我們只會說, 那就行了 能夠嗎? 世上無難事, 只派有心人 而且這位祂哥是他們救回來的 我們每天對著他說這句話 你怕我不會學? 還不搞? 那就是 蓉蓉蓉蓉蓉蓉蓉我愛你 蓉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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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豐勇,我愛你,我愛你 閉嘴吧,多用這個方法就不行了 我們四個人弄了這麼久 你居然一點反應都沒有 是嗎? 真的會氣死人嗎? 我還沒出殺手間 甚麼事? 殺手間 你乖乖地好聽話了 不然我就把你殺了 誰? 師父,糟了…這次麻煩了 你再不管你的手下 開封府會大亂的 月娘,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來,你坐下來慢慢說 不用坐了… 你知不知道你四個手下 同時愛上了蓉蓉? 月娘,你自己是何人? 當然是張龍、趙虎、王朝、馬漢 剛才我打算拿宵夜給你吃 我經過張龍房門口 聽見他們四個一起說,你會說甚麼? 他說蓉蓉…我愛你 我?竟有此事,不會吧? 甚麼不會? 他是我親耳聽到親眼看到的 小黑,你審案隨奸就聰明了 你看出來的手下就爭得遠了 你知道嗎? 陰陽失調會發生甚麼事嗎? 我都不願意說了 我老實告訴你,我蓉蓉只是喜歡展昭 你快點跟他們解釋 免得兄弟反目 拜託你叫他幾個快點娶老婆吧 否則一見到那些姑娘 就在那裡發花瘋了 她四個平時感情很好 照理由沒可能發生這種事 對,到底你不相信嗎? 難道我把我的孫女開玩笑嗎? 包青不敢,只是實在不敢相信 你不相信就來看看吧 我都說了陰陽失調,不行了 快點來吧,陰陽失調 不行了 快點來聽聽他們的聲音 我跟蓉蓉說你聽 知道他們在說甚麼,聽聽聽吧 蓉蓉… 蓉蓉,我愛你 蓉蓉,我愛你 蓉蓉 蓉蓉… 蓉蓉,我愛你 誰會出來的 你們才會說甚麼? 昌宴大人 你們四個人在做甚麼? 我…我們教廖哥說話 你為何要跟蓉蓉姑娘開心 你為何要跟蓉蓉姑娘 你為何要跟蓉蓉姑娘 就算是這樣 也不可以教她這些輕薄的話 到底是甚麼事?快說 大人,你別怪我們多事 我們想幫展大哥做梅人 想借她嘴巴向蓉蓉姑娘表白 是呀 原來是這樣嗎? 那我真的怪錯你們了 那你們繼續教,為何還不教? 教吧…繼續吧 不行,我們四兄弟教了他很久 他一句話也不肯說了 好像啞了那樣 是 我有辦法 小黑,你扮演案很厲害的 你大喝一聲而已 那些煩人甚麼都說出來了 我們去嘗嘗 看他這個聽不懂你說的 好,我們去去玩再教吧 你這醜八怪真是黑人憎恨 蓉蓉,說吧 我給你這麼有一次機會,你說吧 說吧 大膽畜生,凡不開口說話,說 蓉蓉我愛你… 真是可以 太棒了… 我都說你厲害了 蓉蓉我愛你… 蓉蓉我愛你… 蓉蓉姑娘… 蓉蓉姑娘… 黃大哥,找我有事嗎? 蓉蓉姑娘,你好 你真可憐 好,我們想給你一隻鵰哥 他的傷已經好得七七八八了 謝謝你們照顧他 其實是這樣的 蓉蓉大哥就是你照顧一隻鳥 你要照顧媽媽,派你辛苦 所以吩咐我們照顧鵰哥而已 是… 對了,蓉蓉大哥還教會他說很多話 是真的嗎? 是的 蓉蓉姑娘,你留心聽 聽聽蓉蓉哥教他說甚麼 蓉蓉姑娘 蓉蓉… 蓉蓉姑娘 蓉蓉… 蓉蓉,你來得對嗎? 我塗了珍珠箱 你看我的皮膚是不是更漂亮 蓉蓉? 你怎麼了? 蓉蓉, 什麼事? 傻丫頭, 你幹嘛哭? 有什麼事告訴媽媽?蓉蓉 媽媽, 禎大哥他覺得我很討厭 什麼?這個說話你從哪裡聽來的? 他覺得我笨, 我也不要緊 但是他竟然教了廖哥 跟我說這些說話, 太過分了 而且還在黃大哥他們面前 令我出醜 蓉蓉姑娘… 蓉蓉姑娘, 對不起 其實只是一場誤會 一天對你這條歌, 整理我們吧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蓉蓉姑娘, 你信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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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這位大嬸, 請問你… 你是誰? 在下開封府的展昭 原來展大人… 你找我老公幹什麼? 原來是段夫人 我想知道你的丈夫現在在哪裡 她四處這麼去, 居無定所 很久沒有回來了 吳信, 又去四處看看 不用了, 打擾了 你小心點壓住, 我不會或也會 好, 新鮮, 你… 謝謝! 我想, 我們即將 要是我的火 build 小心, 得不出口 不要緊實地 所以, 要是這個 冷靜點 散落, 你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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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小百二千、三百十 稻米一千丹 每個月都是差不多的 沒什麼分別的 是… 你還是說說 支出的數字給我聽 是… 開完節流,最重要是節流 是… 老人支出的就是麻布三十匹 減斷十匹 減斷十匹? 為什麼用了這麼多? 老爺,這些是曬紫英吾喉用的 老爺,曬紫經常娶為敬仁 難道是俗術麻布嗎? 失禮了老爺 如此,曬曬紫的年少英吾 就像那些敢於華佛 每個人都說曬紫有老爺的風采 算了…繼續說吧 好… 老爺,還有的就是 買那些光臨大米三百斤 光臨大米三百斤? 是的,老爺 三百斤只有二十余銀 不是,像不像這個問題 我們封的地上的田湖 每年繳上來的小麥玉米 多得吃不完 全在倉裡,都快去偶蘭 還比拼,有人要吃光臨大米 一萬塊三百斤? 老爺,這些就是曬紫說要買的 他說,換了你的口意 我們中原人以麥為主 誰不是吃麵長大的? 還有人要胡辣口味 要吃光臨鮮料 很壞的你只看著人家吃 那是嘛,我用甚麼吃? 無論任何真羞白味 都不及得美人來 別只顧著喝酒 吃點飯菜 這些光臨大米 雖然跟安南米相差很遠 不過勉強也能吃得下 那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就是說 光臨雖然多美人 但始終不及得你們安南 你很壞 不如吃點新鮮的東海鮮鮑魚 我這樣補腎 為甚麼你這樣說? 你覺得我還不夠鷹母 還需要補腎? 其實鮑魚吃得多 不是一樣會嫌 我不吃了,你吃吧 好…我鷹明神母的鷹母喉 不吃就不吃,我自己來 其實這樣才是享受人生 我那個老頭子懂得甚麼? 我吃過人家幾輩都吃不到的東西 享過人家幾輩都享不到的福 你說現在要我馬上死? 我也沒所謂 為甚麼都說這些? 我們倆不是很好嗎? 真是信心 甚麼事? 小侯爺,老王爺要你為敬他 我有話跟你說 行了,你馬上出去回方爹 我馬上出來 是 糟了,甚麼事? 沒甚麼事 我想爹又罵我花錢多了 你先回去密室,我很快睡 喝酒,你也要喝酒 你沒什麼事 你不吃喝酒 我老公 我不吃我 我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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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 你老公 我死得到 很想我 我老公 侯爺 是呀,爹,但是隔了這麼久 是已經忘記了 侯爺,安南特士 近來有復甦的跡象 在夢中事有言語 但所言卻是安南話 本府想找一個合適的日朝體 他究竟是甚麼? 正好了解案情 是呀,那你就找一個人 幫幫幫包大人 爹,這件事… 侯爺何時已經忘懷 包拯只當領侵他舍 幫不了包大人,真是不妨 安兒 安兒 你又有甚麼事? 你又是安靜就回來,一去就去了那麼久 我等你一整天了,你知道嗎? 你真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甚麼?甚麼事? 真是想不到 開封府的公孫賊真是有本事 救回婉今生不得知 還被他說了幾句安南話 那怎麼辦? 那你不用擔心,幸好他們沒有人識聽 那就糟了 他醒來一定把我們的事都說出來 其實他就終於懷疑我們了 你不用擔心,萬事由我作主 你不用擔心,萬事由我去做 你不用擔心,萬事由我去做 謝謝… 回到這邊幫請客官 客官,幾位? 我找一張乾淨的東西 這位客官,這張這麼乾淨? 不適合這一張 當然了,你看過我適合你便坐 不適合你便坐,請吧 吃什麼? 給我一碗麵 什麼麵?就是炒麵、湯麵 牛肉麵、豬肉麵、雞肉麵 大人,你這碗麵吧 麵麵吧 大人 聽聞全開封最好吃的麵就是這一家 過獎了,大人 如果是真的,本后爺自然重重有數 不喜歡吃就吃,不喜歡吃的話 沒辦法,就行了 有錢大了嗎? 是後爺吧? 因為外面是五文錢,還欠四文錢 我覺得你滿麵只值一文錢 所以我就給一文錢 你沒錢就說話吧 吃完霸王東西還拿便宜? 別吵了 大人,小人的老婆不惜好醜 得罪之處,多多包涵… 多多包涵 包什麼?你們倆在這裡說什麼? 有 你還不走?打電話就叫死了 人家不喜歡吃就算了 沒用的吧?打小怕事 這是什麼地方?開封府 誰這樣吃霸王東西? 沒有黃筷嗎? 我知道你夠兇,你像一隻老虎 我怕以後沒人敢來吃東西 誰是沒人?唱點都是人 各位街坊 今天我們想早點關頭 以日差,當我陳茂請大家 請… 請… 不好意思,請… 各位,請給我錢 不要錢 付錢… 請給我錢 請給我錢 不要錢 你現在開門搜尋吧 不用了… 你說這隻不太厲害了 教他的那些他不學 就學安南話 畜生他們是畜生的 袁永姑娘 李偉大哥 請問你有沒有見過展大哥? 他在後院練劍 謝謝 請給我錢 他在那裡去 展大哥 容蓉姑娘 你練過劍是不是? 是 平時我看見你練武 都是鬥志即揚,苦苦生威 為何你今天好像有點不開心? 蓉蓉姑娘,你不明白了 一個練武的人 一生追求完美的境界 但當你知道自己不能再進一步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少女 突然看到自己滿頭白髮 年華老去時光不在 展大哥 難道以你的武功還稱不上完美嗎? 完美? 還差太遠了 有一個人可以同一時間 一劍刺向七個方向 而我只能有刺激五支蠟燭 其實這樣也沒甚麼大不了 就好像我們鄉下的人插殃 有些人一天可以插三母地 但是他們就未必可以 拿起兩百斤的淡子 那豈不是一樣嗎? 你這麼說也有道理 但是這個人隨時都出遠開封府 萬一… 展大哥,以你的武功這麼高強 難道你還擔心敵不過那個殺手嗎? 那些職業殺手不僅是武功高強 更加可怕的就是他們無堅不出的意志 一去不回的決心 你說這些話我不會太明白 不過我只相信一句話 就是邪不能勝正 以包大人這麼正氣林言,洪福齊天 我相信沒甚麼邪奸可以害到他 希望我們這樣 對了,你幫我有事嗎? 展大哥 展大哥,你還記得在你做之前 答應我一件事嗎? 你想幫我量身做衣服嗎? 來吧,可以的 來 來 怎麼了? 沒甚麼 買單上沒有人 你只要慢慢走開 另一邊 我肯尚患無應不猛 歷悔天望 不給人間 熱場冷面 我心瓣難 為了攻你 敬惡諸間 法律共情意 相悔已行 我誓要將冤枉推翻 記住這爆黑談 被天還